1941年,军国主义日本的侵略范围越来越大,除了在亚洲各轮县区血腥镇压反抗势力外,日本国内也开始大规模清查反战势力,在调查日本共产党线索时,爆出了令日本政坛震动的索尔格间谍事件,日本在为首相近卫文某的顾问伟奇秀时被捕。 日本政界元老西元寺公望之孙西元寺公一,原首相全养一只子全养舰等重量人物纷纷涉案,日本首相近卫文某被迫宣布辞职,软禁在帝国饭店,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基紧急接任且彻底重组内阁,日本朝野矩阵,且强令日本任何媒体禁止报道,有关此间谍案话题,直到1942年5月才逐渐解禁,而此次间谍案并未结束,严刑拷打让日军掌握了很多线索及丁烧目标。 余波一直延续到1942年的上海,也就是此影像中的抓捕行动,日本特高客,县兵队及汪尾76号特务机构,联合突击了上海包括中国美国英国等地下情报组织,日方称突击的情报组织,直接间接涉及人员达6000多人,一起看一下真实的情报人员遭抓捕的现场吧。 出发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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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今日头条 观看更多探影局档案